大家好,Aster到我 今次介紹Tiny微影的P4 一架兇兇兇什麼都沒有的 P系列 自由發揮系列 方便車迷改裝 窗戶是可以的 窗戶是可以的 未改裝就方便你擦 所以很鬆的東西 變相要用膠紙貼著 臨時頂著 基本上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有很多膠紙 今次的車底就 咦? 很鬆的,可以脫出來的 對,很鬆的 它不讓螺絲扭 因為它讓你自己壓下去 那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壓下去的 有兩顆 壓下去的 正常就是這兩顆東西會壓緊 對,壓緊 現在用了螺絲 咦?它又給你螺絲嗎? 沒有,是壓下去的 現在是螺絲 現在轉了一個洞 新的那些 P4 還是新的那些? 不知道有些螺絲 新的那些車是螺絲的 嗯 好似阿龍說 阿龍說 阿龍就是用螺絲的 阿龍就是用螺絲的 那個A41P 這個有螺絲的 這個有螺絲的 有螺絲的 它以前是壓下去的 因為以前的那些 方便你拆都 即是完全沒有 嗯 那以前這個P4 是一般的設計 哈哈 是差一點的 但是在龍 九七八都用它 它總是沒有 你以前以為會用螺絲 很難的 它用螺絲 以前那些車都是用 不知道液溶膠黏的 那些底片 不是 我記得它是 這個 模具 穿了 穿了過來 這裡 就會隔著出來 那你就融了它 這樣 融了它 馬上去 等等 撞回 你改完之後 再撞回 哈哈 撞不回來 裝回來 裝回來 這樣就沒有任何 車牌那些東西 真的 沒有 那它的 終點站牌 是 自己貼 水貼 哦 不至少都給你黑色的位置 那你真的很辛苦 對 不過算了 你基本上你弄完之後 都很容易遮擋 你這些 哈哈 對 那好吧 這次的車的介紹到這裡 喜歡的按讚 記得訂閱 我們下週見 拜拜